杰菲闯入办公室 小孟焦头烂额地在处理公司大大小小的事 叫秘书带慕林奇先去熟悉一下环境 熟悉一下工作 此时有一个人突然闯入办公室 他居然把智能门的核心密码破解了 你 你是谁啊 小孟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高中同学 东森啊 没想到你现在都那么有钱了 借点钱给我花点呗 保安呢 来人啊 别喊了 你公司就这么点人吗 保安都被我知道楼下去了 你想干嘛 钱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来都来了 你不打算借财下单我就让你用 同森话说到一半 一个身影便把它扑倒在地 同森便不得动弹 仔细一看 原来是慕林奇 真没想到 你居然还练过 看不出来啊 小时候学过都是些基础的 也就拿过几个奖而已 但对付这种货色不值一提 莫 孟总 对不起 我来迟了 秘书气喘吁吁的说 行了 你病刚好就算了 谢谢孟总 我马上去处理这个人 不过我已经报警了 记得再换个门 好的 孟总 我马上去安排 下集 公司遭贼 敬请期待 我是最大的 小廓 幸福 我是最大的 防雅 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